婆婆,你把钱放在银行不是不好,当然很安全 不过你又不识字,每次去银行开户口,入钱,拿钱 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文件,很多手续要扮 对你来说可能很辛苦 我就是基督徒,我们信耶稣的人不说大话,不贪心 你把你的钱放在我身上 如果你有需要的时候,我就帮你拿出来 我就退回给你,你就不用那么辛苦 我们基督徒都是很想为你好 以上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婆婆跟我说 曾经有一个很热心声称自己是基督徒的街坊 帮她管理着她那八十多万积蓄的故事 那街坊去了哪?鬼知吗?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耶路贤,一个跟大家说耶稣 讲老人家和消贤娱乐的频道,我是Raymond 今天想和大家一起拆解一下一个迷思 就是基督徒究竟会不会说大话呢? 其实我知道现在坊间仍然有很多人说 这个人信耶稣,信得过,这个人是基督徒来的,不会说大话的 其实理论上基督徒是真的不应该说大话 或者是不会说大话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圣经教的嘛 其实我这一手很容易就找到很多经文 是说上帝和主耶稣是不喜欢人说大话 基督徒是不应该说大话的 在诗篇120篇第二节 耶稣说 求你救我脱离说方的嘴信和诡诈的舌头 斟然12章22节 说方言的嘴为耶和华所真乎 行事诚实的为他所起源 哥罗西书3章9至10节 不要彼此说方,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 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漸漸跟身 正如做他主的形象 其实很容易找到无论是旧药、新药、福音书 贯穿了整本圣经 有很多的教导都要围绕着不要说大话 不要骗人 所以有不少人深信主耶稣是不会说大话 也深信跟随主耶稣那群人,即基督徒 同样地都是不会说大话的 在这里我要代表广大的基督徒去多谢大家 成蒙大家的错爱 多谢你们觉得我们不会说大话 那究竟我们是不是真的不会说大话呢 其实我想说在这个世界上 自称自己是基督徒 自称自己信耶稣 四位招摇撞骗的人 简直就是有如行河沙嫂 我今天也不和大家说这些摆明居马 是骗子 是骗徒的人 我只是说真的信耶稣那群基督徒 其实基督徒是一个统称来的 我们信耶稣的人就叫做基督徒 基督徒是一群相信主耶稣是我们生命救主的人 并且我们希望在行为上越来越好 越来越做一个好人 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 越来越成为了身边的人一些好的榜样 总之是做好事说好说话 但是学习也有一个过程 刚才说过基督徒是一个统称来的 就等于足球员 港超也是足球员 中超也是足球员 英超也是足球员 喂 大家不会期望 三个地区联赛的球员的足球水平是差不多的吧 只是英超里面也有很多人特别厉害和特别屎波 学生也是一个统称来的 小学生也是学生 中学生也是学生 大学生也是学生 你不会期望小学生懂得中学生的东西 中学生懂得大学生的东西 不要说是大学生 就算是大学毕业是不是真的很厉害 是不是真的认识了所有东西 我自己都大学毕业 威文那些英文都是 I go to school by bug 你看看多么败 所以其实作为基督徒 也都是有好有不好 有些是摆明居说他不是一个好人 有些他不是一个好人 因为他慢慢还在学 大家都不知道他去到什么阶段 就算他已经学了很多年 学得也都很资深 越来越好 但是是不是他会永恒你这么好呢 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是不是就不会有机会遇到试探 是不是不会有机会犯错呢 我自己就非常之有保留 所以基督徒是不是特别信一个呢 基督徒是不是一定不会说谎呢 我可以跟大家说 我以一个自己都是基督徒的身份 跟大家说 一定不是 那我是不是 威文你是不是说 那就是叫我不要信基督徒 就是不要信你们这些说耶稣 信耶稣的人 其实不是 我只是想跟大家说 大家要考虑相不相信一个人 或者接不接纳这个人这件事的时候 不要单纯考虑这个人是不是基督徒 其实我真的听过有些朋友就说 啊 光顾他买保险啦 他信耶稣的 应该信得过的 那其实你 我觉得这个真是很好的例子了 其实你买这份保险 你考虑买不买这份保险 不是应该考虑 他的保障的范围啊 他每个月你要付多少保费啊 或者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那间公司信誉好不好啊 容不容易加到钱啊 这个是保险的本身 你要知道 另外如果你考虑人的话 不是更加应该考虑你对他有多少认识 或者这个人其实 你基于认识 你知道他的人 是不是有责任心啊 有没有交代啊 这些东西跟得足不足啊 其实不应该考虑这些东西吗 你考虑他要信耶稣 不信耶稣 我先不要说他诚不诚实 一个信耶稣 很知心 很诚实 但是做事脱脱脱的 你找他 光顾他买保险 你都脱脱了 是不是 所以其实不应该 考虑他是不是基督徒 而且应该考虑这件事 本身 是不是真的 你有需要 或者帮到你 甚至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就是当然我知道 基督徒很主流教会 都会说 如果你男女朋友 要找另一半 最好找回基督徒 找回有共同信仰 但是我相信 应该都有不少人 因为找过 是基督徒的男朋友 或者女朋友之后 买了东西的经历 应该大家 没有经历过都听过 是不是我自己都经历过 或者我都给过经历 别人经历过 所以 是不是基督徒 就一定信得过呢 基督徒就跟你说 我爱你 是不是真的一说完 就真的会永恒呢 另外就是 我也很想说 即使那个人是信耶稣 即使那个人是 跟你一起回教会 也好 其实 是不是真的完全信得过呢 是不是完全可以放下你的戒心呢 如果 有时候 大家自己不一个警觉 或者自己真的 完全没有一个戒心 没有防备 有时候吃虧 或者受伤害 真的可能是自己 譬如 我说件事 发生在我身上 就是 其实教会里面有个小朋友 我是很疼她的 当然 都是一段时间以前 现在的小朋友都牛高马大 那么 他两三岁的时候 我很疼他 我很喜欢和他玩 他很像我 很喜欢和我玩的 有一次 我也不知道是在玩什么 在教会里面 玩玩一下 突然之间 他说 我急了 带我去厕所 其实他父母在旁边 我也挺 深刻印象 他父母是折一折 折一折 折一折 之后 其实他没有阻止我 他没有 我想他是在猶豫 好吗 说不好 自己来 还是什么 而是我自己很主动 不要 当然 当然 我当然知道自己信得过 我当然知道我亲爱过小朋友 我不会伤害他 我不会做这些变态 父母可能都信得我过 不过老实说 我未至于和他父母 熟得可教官 但我也是那句 就算熟到知人口面不知心 如果你就是因为基于 这个在基督徒 这个跟你一起回教会 这个人是信耶稣 而你真的放下了戒心 万一真的遇到一个变态怪叔叔 Raymond 喂 你的小朋友就受到伤害了 所以我真的奉劝 父母其实真的要小心一点 就是寧愿被人说你谨慎 寧愿被人说你没有安全感 也好什么都好 记住真的要小心 其实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当然我鼓励大家是要去爱 我们要信任 我们去接纳 但是始终我 你当我小信 这里不是天堂 这里都只是一个地 就是地上面 我们都是一个凡人 凡夫族子 其实真的有时候知人口面不知心 告诉你基督徒 告诉你信耶稣 这个人是不是真的信耶稣呢 就算信耶稣 他是不是真的应该去到一个 好的阶段 或者他去到一个好的阶段 他是不是真的永远都不会软弱 完全没有机会 一时行叉搭错呢 我觉得大家真的需要三思 需要小心的 至于Raymond信不信一个 Raymond会不会说大话呢 我只能够说 Raymond是一个不说大话 什么的基督徒 为什么什么 其实如果会跟你说 我不会说大话的 这句才是最大的大话 有没有听过人这么说 有的话避开这些人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这条片 记得赞好留言分享 以及订阅到我的频道 一会儿最后读经的时间 希望大家留下 一起读今个礼拜经文 好了拜拜 多谢大家留下一起读经 我们今天读的经文 是雅各书三章一至十八节 即是由小到大 不断被人提醒我的经文 找到的话 我们一起读 预备起 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作师傅 因为晓得 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 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 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 他就是完全人 也能拦住自己的全身 我们若把着环放在马嘴里 叫他顺服 就能调动他的全身 看啊 船只虽然甚大 又被大风吹逼 只用小小的陀 就随着掌陀的意思转动 这样舌头在百体里也是最小的 却能说大话 看啊 最小的火 能点着最大的树林 舌头就是火 在我们百体中 舌头是个最恶的世界 能污蔽全身 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 并且是从地獄里点着的 各类的走兽 飞禽 昆虫 水族 本来都可以制服 也已经被人制服了 唯独舌头 没有人能制服 是不止息的恶物 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我们用舌头 仲赞那为主为父的 又用舌头诅咒 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 仲赞和诅咒从一个口里出来 我的弟兄们 这事不应当的 传言从一个